记者陈凤丽南投报道,美丽台湾3D纪录长片,拍摄10个濒临消失的台湾美景,以及100个即将消失的传统匠师故事,包括现任立委蔡培会等当年的921震灾重建成员,对南投感情深厚,争取该片来南投县巡演20场,大楼或村里社区都可主动申请去该社区免费演出。 这部美丽台湾3D纪录长片,花了10年拍摄台湾快消失的美景和传统行业,去年曾在戏院上映,感动不少观众,导演取权力因疑患脑瘤,发愿若能康复将到片香放映给小朋友观赏。 当年长期在南投县等921震灾区,全力协助重建的921基金会,虽已稀刚结束,但基金会成员对南投县感情深厚,因此争取该片在6月到8月到南投群演20场,大力争取促成来南投县巡演的三元921基金会大将, 包括该基金会的执行厂,现接任农村发展基金会董事长的谢志成,现在担任民进党不分区立委的蔡培会,及现在建姓社会福利基金会执行厂的王俊凯。 他们认为这样感人的3D影片一定也要让南投相亲有机会观赏,美丽台湾行动放映车是一部大卡车改装,因此放映场地要是露天杰克荣那一200人的广场,并提供110福特的插座。 为了公平起见,由大楼管委会或村里办公署,村里社区发展协会主动上网申请,先报名者优先安排。 报名网页为,https,glu,glforms,d12a,ehj,cj,k,n,i,k,e.